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Oliver另外一个推 他是经历过internet比较早期的阶段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推呢 实际上是比较现在的比特币和那时候的internet 相当于是一个类比吧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那当然这里有他的推的handle 如果大家想看原文的话就去加他 他说今天我增加了我在整个全球比特币网络中的所有权的百分比 地球上没有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府可以改变这一点 我现在拥有的百分比永远不会下降 我不能被贬值被稀释或者被买断 早在1994年当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变得合法时 我就建了我的第一个网站 那估计现在他大概得60岁左右了吧 1994年我还是小孩呢 所以我没经历过那阶段 但是作为来自华尔街的我想拥有互联网本身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回事件大事 我研究了又研究 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的开放协议 你必须在他上面建造一些可以拥有的东西 但你永远无法拥有 动力引擎以及他下面的土地 他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你永远无法真正拥有这个开放协议 就是说internet的本身 我想大家应该也听过 就是说在internet那九几年时候 早期的时候 肯定是有很多人对internet的态度 就像现在大部分人对比特币的态度一样 类似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就一张图也是别人在推特上面分享的 这篇文章的标题意思基本就是说 internet呢很快就会成为过去 随着数百万人放弃它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种观点是多么的可笑是吧 因为internet实际上代表了一个generational trend 那些拒绝技术或者拒绝改变的人呢 就错过了这个generational trend OK后面呢 Oliver他又说 苹果亚马逊谷歌和微软成为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 主要建立在我想拥有但无法拥有的这个协议之上 那这里呢我不是完全赞同了 我觉得亚马逊算是吧 谷歌也算 苹果和微软毕竟苹果是有硬件嘛 微软主要是靠软件 它并不是主要是靠internet 但是Facebook和Netflix完全算是internet的公司了 如果他们现在价值数万亿美元 那么作为其业务引擎的协议一定更有价值 对吧 我们可以拥有他们但我们无法拥有驱动他们的因素 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拥有建立在internet上面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这些公司 但是我们无法拥有internet的本身 第一次实际的网络 某种事物的实际协议可以为每个人所拥有 看看它有多早 就是它这里呢是这个adoption curve 就是technology adoption curve 那比特币呢还在这儿是吧 当然这个图显示比特币的adoption到20% 这显然也不对啊 比特币的adoption现在连2%都没有呢 这有多疯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拥有一个协议 一个网络一个引擎 更不用说一个协议或者说货币网络了 绝对不可能 这是第一次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比特币呢 我们是拥有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network 你拥有比特币就相当于你拥有比特币的这个network 它是一个底层的网络 比特币是货币的互联网协议 我们可以拥有它 你是否在比特币变得遥不可及之前 利用它 如果没有我会去做 它会它可能会流行起来 当然这里我也不是完全赞同它了 因为我觉得比特币和比特币network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能拥有的是比特币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拥有Bitcoin network 不管你有多少个比特币 就像Michael Siller是吧 他加上他的公司现在控制了超过17万个比特币 他也仍然是不能拥有Bitcoin network 他也无法控制Bitcoin network 但是我觉得Bitcoin和internet不一样的 就是Bitcoin有可能会成为在Bitcoin network上面唯一的应用 至少它是native token 是唯一的token 但是internet你可以在上面建很多的公司 所以说如果要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那投资比特币就是太显而易见的了 你像投资internet的话 那还得看你有没有眼光选对公司是吧 那投资比特币呢 它就是比特币 就是这一个东西 选都不用选了 那这里谈到internet呢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mobile phone 对吧 也是同样的 当时在早期的时候 有很多人呢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趋势 或者说他们拒绝改变 拒绝接受新的技术 所以他们就没有看到这个generational trend 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人批评 移动电话多么笨重 可能就像砖块一样 又笨又不好使 然后又贵 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拥有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很可笑了 但是在你在当时的时候 其实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呀 其实就像现在大部分人对比特币 还是充满了误解是吧 还是把比特币作为speculation 或者说是赌博 或者说非法交易的工具 或者说是没有intrinsing value 没有价值 然后白白的浪费地球上的资源 等等等等之类的误解 我想现在很多人对比特币的误解 等到20年30年以后 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可笑 但问题是 现在你是在哪一边呢 你是还是对比特币有误解吗 你还是认识到了比特币 了解了比特币 或者说下功夫研究比特币呢 这同样是一个generational trend 当然这里呢 我还想分享就是 汤姆利他也 他有个speech 其实在YouTube上面 你搜汤姆利Bitcoin Summit speech 汤姆利就用generational trend 来形容比特币 汤姆利的speech呢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当他们可以刷入费用的费用 什么币的币 是你和我 那太糟了 比特币的力量 开始显示 Zither Harp